修改横幅文字简单 有小伙伴让我教一下 如何把横幅上的文字 修改成自己想要的 其实特别简单啊 我们打开教育素材 那么你要修改横幅上的文字 总共分几步呢 两步 第一步去掉横幅上原有的文字 第二步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对不对 好 首先我们执行第一步 其实特别简单啊 首先它的背景大多都是红色的 对不对 我们选择修补工具啊 如果找不到修补工具 在这个五点修画笔工具上 右击 然后我们选择修补工具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 来给它做出选区 然后呢 拖动到跟旁边比较契合的位置 好 松开双手 好 第一个文字就去掉了 为什么不能批量的选择低 左边我们暂时没有足够的空间 第二 这样做会更精细一些 好 我们逐个的把它的文字 全部给它去掉 好 OK 我们首先把横图上的文字已经去掉了 但是注意看 同学可能注意到 我在刚才去除文字的过程中 不单单用到了修补工具 还用到了内容识别填充 对不对 记住了 去除这种文字 你能想到的各种方法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使用 好 那么第二步 闪择文字工具 输入你需要的文字 好 那这时候把字体改到一个比较粗一点的字体颜色 咱们选择跟原来一样的白色 可能加T 把它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转转一下 好 大概这样 对不对 暂时隐藏文字图层 Ctrl Shift 加S 给它存为 PSD的文件 好 那这时候显示出文字图层 选择咱们的文字图层 执行滤镜 找到扭曲 里边会有一个置换 这时候直接点击转为智能对象 好 点击确定 选择刚才保存的这个PAD文件 点击打开 好 那这时候你的文字 是不是就融入到 横幅上的这个文理里边了 那这时候文字的效果是做好了 但是看着还是特别假 对不对 我们执行滤镜 杂色 添加杂色 那这时候呢 勾选单色高丝分布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来给它添加一个斑点 这个后期可以调的没关系 再次执行滤镜 模糊 咱们找到高丝模糊 数值呢 调小一点 好 大概这样 然后呢 你可以双击它的图层后方 调出它的混合选项 在灰野在这边 咱们直接选择灰色 将下一图层的高光 适当的给它还原一点 按住out键 可以分离哦 好 比如这样 好 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样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还有什么想学的 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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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